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君子兰 之前跟大家发布过一些作品是如何给君子兰托盆 在托盆之前要如何给它控水 这样的话就会避免君子兰根式的一些损伤 那么当我们给君子兰托盆之后 要如何给它处理呢 以下有三点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下三点千万不要放 第一点就是不控水 我们都知道君子兰的根式是有极根 当我们给它托盆之后呢 君子兰的根式饱满度 还有就是土壤中的一些水分有直接的关系 要是饱满的根式 认识也是比较差的 也比较容易折断 就建议大家在给君子兰托盆的时候 一定进行给它晾根 或者是给它托盆之前呢 一定要提前给它控水 这样的话就让盆土保持相对的干燥程度 那么这个根式呢 它就会慢慢释放出体内的一些水分 它就会变得发远了 那么我们给君子兰上盆之后呢 这个根式就不会受损了 第二点 即分即摘 当我们给君子兰脱盆之后呢 就要检查这个根式有没有受到受伤 如果这个根式有伤口的话 我们就要及时的使用一些多菌磷 把它涂抹进行杀菌 把它涂抹上去之后呢 就要把它晾干这个伤口 不过呢 有时候花药的性质呢 也是比较急的 当我们给君子兰脱盆之后呢 就马上给它栽种了 这时候这个伤口呢 还没有愈合 就很容易得到一些筋腐病 或者是根式浮浪的主 第三点 浸泡杀菌药 只要我们的君子兰脊猪是健康的 就没有必要把它浸泡杀菌药了 如果是病苗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多菌磷 把它吸吸水浸泡 进行杀菌 后期养护的话 就不会允许盆内 吸菌感染 导致这个根式浮浪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君子兰脱盆之后 一定要做好这三点 不然的话 在上盆之后呢 它浮盆区是比较长的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